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我的学生 他看到我每天写文章 每天拍影片 可是我学生却碰到一个问题 没灵感 不知道要拍什么 这个问题算是蛮严重的 这个问题算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通常我会跟各位讲 我每天这样子有影片有影片 可是你假如仔细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会猜得到这一部影片 可能很早以前就拍完了 这部影片很早以前就拍完了 所以其实第一个来讲 你要有预备量 你要有预备量 我记得我10月 去年10月我在台北 我去教学 但是 那一个礼拜 我刚好就怎样 我刚好发烧 所以一整个礼拜 我根本就没办法怎样拍影片 可是各位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看到我的影片如期的这样出 如期这样出 根本就感受不到说我是生病的 所以说因为 我是本身都会有一个预备量在那里 尤其像那种 很那一种的所谓的比较观念型的这一种八字影片的时候 他的预备量可能会高达到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来讲这一种状况下 我就不用担心 我就不用担心 因为我拍的其实基本上都是两个礼拜以后的东西了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你拍当天的而已 你拍当天的时候 当你拍不出来的时候 你会紧张 你会紧张 所以其实在观察那种压力下拍摄出来的影片 质量一定不太好 像我这一种的是两个礼拜以后他才会播的东西 对我来讲 他就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什么压力下所播的 所拍摄出来 所以说他的一般来讲 质量品质来讲的话 内容不会差太大 差到很多 再来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有预备量 所以两三天你拍不出来 没有灵感 倒还无所谓 你不会紧张 就像我这样子 因为我两个礼拜的量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文章也是三天的量 也就是说都先写好 三天以后他才会这样子出来 所以其实要先建立一个预备量的一个观念 第二个 当你当天没有 你当天假如你没有那一种灵感 你不知道要拍什么的时候 你就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晃晃 因为灵感这种东西 他的 他的食神就是食伤 我的思想 但你就出去走走晃晃 让你先放松 先放松 当你放松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会有灵感出现 当有灵感出现的时候 各位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随身准备一个小本子 各位就像这样子 这里面都是我要写的一个题目 然后我就赶快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 你不记下来 那个灵感 他只是灵光一现 可能过个五分钟 你就忘掉了 你就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我有想到什么可以写 所以随身一本小本子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 把他记下来 所以说当灵光一现的时候 当你在出去走走放松的情况下 你突然想到一件事的时候 赶快把他记下来 所以出去走走晃晃 把灵感马上记下来 有灵感就记下来 所以说要准备本子记灵感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到说 我会不会去超输 不会 这灵感都是我突然想出来的 然后写在这上面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 他就会是我们比较生活上的一些体悟 而不是 各位你在看很多人的视频 你会看到想要打瞌睡 原因什么 那都是书上的东西 假如听你讲 我买一本书来不就好了 很多都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的去运作 然后记得 当然你刚开始都会写 写什么 讲稿 你很怕你会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其实要练到不需要讲稿 就像我只要有题目 好 ok 有题目好 那我就来讲 把他练作是怎样 因为你刚开始 你是没有什么食伤的 因为你这个动作不习惯 像我们已经练到习惯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个直觉就是食伤 所以我们只要有东西 你拿一个题目给我 甚至你在直播里面有很多人随便问一个问题 又扯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一些就食伤 而且完全就是怎样 不禁思索的 所以 这三点就是你拍影片 或者你在写文商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动作 当然你假如做到一段程度的时候 我会请各位试着开直播 因为直播来讲 客人他到底在当下他会提出什么问题 你不知道 你要马上反应 还有第二个 你假如不想让客人提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控制这个直播的一个场面 这个就是在练另外批命的一个东西 叫做主客地位的掌握 所以当你能够了解到这一些 然后在不自觉中 这个所有的场面 你都可以掌握的情况下 批命当然自然而然更轻松愉快 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我刚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都认为 我这一种的就是天才型的批命 完全都就是灵感一线的时候 发挥的乱七八糟的那一种的 可是实际上天才也是要训练的 没有人一刚开始就会批命 没有任何人 他都要不过 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去累积到大量的经验的时候 食伤只是怎样 他比较能够发挥 天马行空的一个联想力而已 你其他的人假如也是经过一样的训练 你或许你不是食伤型的 但是你也一样可以讲 讲的有声有色的 你或许是宽念型的 讲的就比较四平八稳的 你假如是笔尖型的 你就会展现出热情的那一面 活泼的那一面 所以说重点不是在于你八字是什么的形态 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这一种的动作 你有没有这种动作 把他做为你平常的一个习惯 当你做成习惯了 那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说 哎呀 其实每天要写什么 你都不会紧张 收定 这个人突然跟你讲一句话 那一个人又跟你讲一句话 我有东西可以写了 所以各位 他就是这样子去练习的 这样子你写出来的东西 你认为会是书上的东西吗 当然不会是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生活上你所碰到的问题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的八字是不是就越来越生活 而不是死板板的 书上所讲的这一些 所以这一个在拍影片的学生 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